字幕提供 用陰陽燭分析後市走勢 還有利用三支陰陽燭組成的組合形態 包括三個白武士和三非烏鴉 他們對後市走勢有什麼啟示呢? 首先講一下什麼是三個白武士 三個白武士是陰陽燭圖表的一種利好形態 由連續三支大陽燭組成 好像三級向上的樓梯一樣 又穩步上陽的意思 每支陽燭的開市價都高於前一日 而收市價應該接近全日的高位 以及收高於前一日 三支陽燭都幾乎沒有上影線 或者只有很短的上影線 三個白武士如果出現在下跌趨勢的尾段 反映市況接近見底 投資者開始重新入場買貨 帶動股價見底回升 連續三支大陽燭 亦都顯示低位買盤強勁 沒有貨的投資者可以乘機入市 有貨的亦都可以著量加碼 如果每支陽燭的燭身都長過前一支 而且成交量都逐漸增加 後市加速上升的可能性就會變大 那三非烏鴉又是什麼呢? 三非烏鴉是陰陽燭圖表的一種利淡形態 由連續三支大陰燭組成 好像三級向下的樓梯一樣 形成一浪低過一浪 每支陰燭的開市價都是前一支陰燭的實體 而收市價一日低過一日 三支陰燭幾乎都沒有上下影線 又或者只有很短的上下影線 三非烏鴉通常出現在上升趨勢的尾段 反映市況見頂 投資者開始獲利套現離場 導致股價見頂回落 輸續三支大陰燭 即顯示高位回套壓力強勁 有貨的投資者適宜先行沽貨迴避 沒有貨的亦都不要入市 三非烏鴉的可靠性高過三個白帽市 意見或者意味會持續下跌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請見啦 下期三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